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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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和工作結合嘛 我真的是有看這個的興趣 既然它可以變成工作 而且看起來 它好像還可以再做 大概五年到十年的樣子 那我就試試看 而樂而不為 畢竟我們新聞新聞 我有很多同學 散布在這一行的各個領域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朋友是在蘋果日報 有一個人看一片 看到愛上那個女優 類似像這樣子的新聞 然後他們要做一個搭稿說 其實在台灣有一個人 就是不但看有一片 還寫很多豐富的報導 類似像這樣 其實那時候其實根本也不是 什麼豐富的報導 就只是寫一些播歌而已 他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接受訪問 那我說好啊 那就來吧 那反正自己同學幫個忙 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因為自己在電視圈圈 有工作 所以他們來拍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請你們幫我拉背 不要讓我現身 結果隔天報紙出來 是我拿著布丁筒這樣子 第一排的朋友請先蹲一下 然後讓第二排朋友 比較好攝影 那在攝影會的部分 你們看到 我們會在第二趴的時候 安排一對一 為棒棒糖的一個小互動流行 其實我們的攝影會 代表有分成幾種 其實以前最好做的就是那種 什麼人類最強body吧 這種女生其實就是很厭 然後胸前的長輩很雄偉 也不利於去展現自己的好身材 用各種知情緣去挑逗隱秘 所以這種人來開攝影會 基本上絕對不會輸 因為他們 這個女的只要東扭扭西扭扭 一下你就會聽到 嗚嗚嗚 你不可以先講這種聲音 第二種就是 我們下個月來那個 她是一個就是偶像型的女優 就是身材很單薄很瘦 但是 臉呢 臉大概就是有偶像級的水準 第三種就是我們上個月辦的 大尺度攝影會 那個女生基本上名氣稍微小一點 但她其實 算是 就是對特種營業這種 各種特種營業其實蠻熟悉的 就是用比較close的方式 你可以跟她一起喝個香檳 類似像這樣子的方式 我記得我們最有信心的是一個 叫做早姨女 跟絕口耐精美 我們就很有信心覺得 哇這兩個 一個熟女一個美少女一定 一定一定 對對一起來 一定大發財 我們史上第一次 一次找兩個女生來 我們一定就 女優出去 影迷進來我們發大財 就 那次只有大概 大概四十幾個還五十幾個 然後賠得一塌糊塗 下一次活動就 就相隔半年到一年 才敢辦 她可以接受啦 因為其實在家裡看一片 比出去花天酒地 來看好像很健康多 因為其實 第一個她不跟我看 所以她不知道我看什麼 第二個 我也不會看完一片 說來來來來 不會 我們其實就是做一些 比方說宣傳就是宣傳 攝影會就是攝影會 我們不會有私底下會做些什麼 亂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她可以放心 我媽媽第一個就會問 你做這事情是犯法的嗎 對 這長輩對我的壓力其實相對比較大 那照母娘其實到現在 偶爾都還會問 你做這事情沒問題吧 對對對對 這個是比較大的壓力 哈囉 大家好我是一間晚春修 這照理來講應該是我要辦公的地方了 但是 這已經變成一個廢墟啊 大家看到裡面都是都是模型啊 那這個房間我大概算過大概有300 340小把其實是蠻多的 也是我太太和孩子最不能進來的一個地方 因為第一個 要不是為了配合這次採訪 我根本這邊是不會清出來有做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是 今天每次進來都會告訴我 都會告訴我說 我到底浪費多少多少錢在上面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基本上 因為現在工作很忙的關係 我應該是沒有什麼做的機會 我擔心一點 我擔心她看到我的A片 那你說我擔心她看A片 不擔心 她遲早還是會接觸到 也許跟我一樣11 也許12 也許13 也許10歲 但是這種東西絕對不是我去餵她的 就是我覺得 我現在覺得 比方說我在家裡放一大堆 被她找到 她拿去看 那就變成是我餵她的 這是我自己東西沒說好 我不要做這個 她如果自己同學在那邊交換什麼流通 那我沒辦法 因為這個 因為我也是這樣長大過來的 對不對 但是我不要她 不要說 從我這裡得到任何有關的資訊